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是凌晨两点才睡觉 因为为了赶一个教育FDP的一个作业 我一直熬到两点钟才把作业洗完 因为白天没有时间 但是我今天一天从早上七点钟 我就开始做手术 做到现在我中间就吃了个午餐 没有休息 我家里有四位平均应该是80岁以上的老人了 2020年疫情严重的时候 我两个月没有回去看他们 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 我也会尽量 就是只要时间允许 会抽出一些时间来陪他们 最开始吧 他小的时候 他就说他长大了要跟我一个单位 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经常跟我在一起 但是随着他有点懂事了之后 他就觉得你们单位不好 你们单位太累了 我不能去你们单位 我昨天本来答应的去 孩子有下雨 去接孩子放学 他去学英语把它借回来 但昨天来一个记者 那也没有办法 那只能是医生为先 他们已经习惯了 然后对我的工作还是蛮支持的 尤其我的小孩 一说到说 妈妈是做医生的 她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我回家了之后 我脑子里会给我们家分 有一种污染区 半污染区 清洁区 然后我要看到污染区的东西 到了清洁区 我会特别难受 这个锅盖 包括这种只要掀过来的盖 有很多人直接拿过来 就直接这么扣 我和我夫人 因为我们俩都是在收拾工作 我们从来都是把盖翻过来以后 这个表面在底下 那个相对干净的在上 有的时候我看到旁边 有的路人就是比如说遛狗 然后发现那狗走路也慢了 然后呢也不稳了 我就想这个狗可能年龄不小了 他的身体关节都下降了 就想告诉那狗主人 怎么去帮他恢复 说大夫 我不想手术 我现在的话胃也不好 我也不能吃药 那您说的这个 比如说像我们康护治疗 物理治疗 我也没有时间来医院 说您看您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我就想可能这个病人 他就想得到一句话 说让大夫说 就说我没事 我不用来医院了 你和他讲了半天的道理 他说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百度是怎么说的 或者我觉得是网上怎么说的 这个我觉得是 从我们当医生来说是比较崩溃的 因为患者从百度上看到的 都都是医治半解 它是一些骗道化的知识 他们一个骗道化的知识 放在他整个的过程中去考量 就是很不好的 昨天碰到一个病人 昨天碰到病人 是我大概一个月以前刚做的一个病人 他跟我说 你今天戴的帽子和上次不一样 我都惊到了 我说他居然还能记到 我这个工牌上面贴了一个奥特曼的一个小贴画 是我的一个小患者送给我的 然后他就说 曹医生就像那个超人一样 对奥特曼每天上班去治疗患者疾病 就去打怪 就是这个疫情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爱国主义教育 你就看到强大以后 你在防疫上和其他国家的对比上 你会觉得中国这种强大以后 能够给你带来的这种安全感和保障感 是真的是有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个生命其实还是很渺小的 我们的医学的路还很长 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努力 能够把这个医疗水平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起来 现在面临当前的这个新冠疫情的去向 我想我们更多的是要把这个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员 而且是要相信我们国家的力量 一样的就是希望患者能够说我还是信任 希望得到患者的理解 也特别希望得到患者的鼓励 因为对于战胜疾病来说的话 我们和患者实际上是在同一个战壕战斗 最希望就是他们就是一推那个诊间的门 然后跟我说 哎呀大夫我挺好的最近 我听到这个我都每次就特别开心 祝大家都不太来看病 对不太来常来看看曹大夫 有的时候真听不到了 我们都说挺明白的进来 出去的时候未必那么明白 因为麻醉还有一段时间代谢 但是可能我就假装听见吧 他说一声谢谢就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